中半岛Milbert市议员选情出现变化 原本要在选票上用RUN IN填写名字方式参选的张忠一 张畅 宣布退选 同时支持另外两名寻求连任的现任市议员 梁秋玉报道 Milbert昨天有一场市议员选举造势活动 张畅一 在活动中表示 由于仓促参选 自己的名字没能放在11月的选票上 需要支持者透过填写名字才能投他一票 但他也没有足够时间到社区做竞选宣传 因此决定退选 以便集中票员支持另外两位竞选连任的现任市议员 Ann Oliver和Rubin Hollabier 58岁的Oliva是房地产经纪 30岁的Hollabier则是预算分析师 两人之前也都担任过Milbert市长 他们都支持重建被大火烧毁的社区中心 而且反对大麻和租屋管制 关于市议会通过在捷运站周边 兴建多功能商住建筑的开发案 两人都表示会保证合理的经济发展 为市府增加税收的同时 也能招商及增加可负担房屋 并且会关注学校及公共安全等问题 张忠一认为 虽然自己的政建与Oliva和Hollabier不完全相同 但会透过沟通 以造福Milbert市民和社区为优先 Milbert现任市长Gina Papin 以及副市长李维忠 也有出席昨天的选举造势活动 支持Oliva和Hollabier连任 而另一位参选人是21岁的华裔薛大友 悠悠薛 她主张减少罪案和加强公共安全 改善城市基础设施 并且整顿市中心容貌 26台记者梁秋玉报道 透过SBTV收看KTSF新闻 一起关心加州选举实况 三藩市湾区的KTSF26台 愿意透过SBTV登陆全美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